政府是很有福报 政府也很有智慧 我真的公开赞叹新加坡的政府 对不对 对不对 吃饱 睡饱 还有什么饱 喝饱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新加坡有很多老人 每天像什么 wondering ghost in the city 像孤魂野鬼一样 很可怜 他每天只要两块三块 两块或三块的新币 对不对 就算他不吃素嘛 food court就可以买个食物 可是呢他心中并不快乐 你说他每天在这边吃 然后热啊这样走来走去 做什么 等死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儿子女儿都很辛苦 平面要做工 不做工就没得活 要陪爸爸妈妈时间就更少 所以你说老人家 他快乐嘛 那你说老人家下起 下一期呢 下一下呢 脾气不好呢 那起盘一翻了呢 就吵架了 对不对 有些老人跌倒呢 流口水了 睡在还是路边呢 甚至有些老人呢 就住一个政府主屋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也没有人 所以新加坡很多佛教徒 礼拜六礼拜天 为老人送便当 这个是功德无量的 这是我真的要赞叹你们的 我们在台湾 很少送便当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有便当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大部分 都会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 宁愿少赚一点钱 也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就算 跟爸爸妈妈没有住在一起 每个礼拜也会去看他一次 为什么 万一你不看他爸爸妈妈 有一天他往生了 你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会觉得 我要说的是 注意听 每个人的业 跟福报 跟功德不同 纵使现在新加坡 有些人很有福报 很快乐 可以学习佛法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从印度尼西亚 从马来西亚 从其他国家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通通挤进来做PR 其实他很可怜 他有福报的是什么 这个国家很安全 没有战争 没有灾难 晚上24小时在外面走 还是很安全 出了一个地方 给浪 不要走 对不对 新加坡很安全 我曾经问过我的朋友 不管是搭飞机来新加坡 Why do you like Singapore this country Safety 很安全 第二个 Clean 很干净 第三 Food and Shopping Paradise 食物跟购物的天堂 所以这边人 你们满脑子都想什么 都是想马票 因为逛街就是要钱 Shopping就是要钱 买什么东西都要钱 而且的确现在 新加坡物价越来越贵了 好 我讲了这么多 各位联友 你所有都具足了 可是你真正快乐吗 有些联友可能会说 有时候我很快乐 有时候其实我还是很苦恼 没错 因为你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这就是学习佛法的功德 你想想看 他们可以住在新加坡 吃得好 吃得不用说很好 吃得三块到五块新币都没问题 可是没有人陪他 他很孤单 他没有朋友 所以有时候我走在路上 我看到外国人 甚至是印度人 印度人比较知道 他知道师父是师父 他会讲 Namaste 我就会讲 心里 How are you 然后我心里想 给他一些祝福吧 希望他来生学到佛法 有时候呢 他看到老人家 我也会给他水果 跟他结缘 给他水果的时候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 皆成佛 没有错 现在我可能没有能力 可是在世界这么大 新加坡这么多人 狂起三百万跟四百万的人 我会碰到他 一定跟他有缘 他看到我生欢喜心 没有关系 将来我成佛的时候 我一定会回来度他 这才是大乘菩萨道 伟大的地方 再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呢 现在呢 去China Town 去买东西 你碰到很可怜的人 脏脏的 臭臭的人 走在你旁边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一定说 Kakinzo Kakinzo 对不对 可是你 拜大杯餐的时候 不是念 那么大杯 观世音 任我速度 一切重吗 你嘴巴这样念 可是当一个很臭 很肮脏的人 在你旁边呢 想一想 这就是我们要学佛法的地方 再看下面 几三 七十三 七十三页第二十二行 几三 善果 得不退转 分三 丙一 无声忍 顿号 断分别 请看幻灯片 因为古汉文 它六个字 你要从哪里断不知道 无声忍 顿号 断你的分别 请把无声忍画起来 我们刚才说 很可怜的人在你旁边 他需要面包 好 你很有慈悲心 给他面包 但小心 他也会骗你的 师父也遇过很多人骗我 师父啊 我好可怜哦 你很慈悲啊 出家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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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会念啊 你从哪里学的啊 师父 我告诉你 我今天没饭吃耶 你可不可以给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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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哪个啊 给我五十新币 好不好啊 我说你太贪心了吧 我最多给他呢 十块新币 最多 我都知道 新加坡的行情的 糟糕了 我越来越像 半个新加坡人 对不对 一碗饭 五块新币 六块新币 他肯定要五十新币 别傻了 他骗你的 转过头以后 他做什么 买烟 买酒 还有呢 Gambering 赌博 还有甚至呢 Drug 所以老菩萨 你很有慈悲心 但要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就要知道 怎么帮助他 而不是害他 可是你到最后 会有一个 很深很深的感触 什么感触呢 就是 我要帮的人 很多很多 最后你会觉得 哎呀 我好累哦 真的帮不完 怎么办 自己先成佛 你只有先成了佛 你才可以帮 无量无边的众生 否则给他面包 只是暂时的 给他衣服 他明天不fashion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拿去地摊卖的 对不对 你捐给他一件旧的衣服 对不对 很漂亮的 他穿两天以后呢 在 就在 Galang的街上 一条三块 三块 second hand 谁要啊 你讲 我昨天供养他的衣服 穿三天 他拿出去卖了 那你会非常的生气 注意 不要生气 这时候 你更应该 永远不放弃众生 所以 来 看一张图片一下 看一下 台湾的 请看幻灯片 台湾101 很漂亮吧 Welcome to Taipei If you have time 好 注意听 我很喜欢用这个 因为我对新加坡建筑不太熟 这是101 在夕阳西夏的时候拍 注意听 大家知道101 看这里 101 大家知道都有过年跨年晚会 Firework 你看 十层楼呢 假如你的烟火 蹦起来 它就是这样 它的范围就是十层楼 再来看 假如现在有一个烟火 往上冲 到三十层楼 你看 它范围你看 就像师父的两只手 更广 假如 它是 放在101层楼的这个烟火 咻 一放 全台平时都看得到 我讲这个例子是什么 正无分法忍 很重要 你自己学佛 就像要一层一层的往上爬 最后你会感觉 只有我要先成佛 我才可能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不成佛的话 你连你爸爸妈妈都很难度 老公老婆都会吵架 对不对 小朋友如果牛脾气很重 求你来牛头胎的话 最后你说 饶了我吧 对不对 你看 你连几个人都会被打扮 那你一定会退转的 你一定会失望的 你也一定会退心的 Extremely sad or extremely disappointed 我英文讲 flustration 可是菩萨 真正的菩萨 他不会 为什么呢 他就像这一灵一样 一直往上爬 爬的时候呢 他有缘就帮多少众生 但是他知道 我成佛的目的不是自私 我成佛的目的啊 是先让我有足够的智慧 悲心跟愿力 敬畏来尽 深深世事 永远不停的度众生 这个叫做无声法忍的功德 这是我这次讲座要讲的 用101比喻 你会比较好体会 对不对 好 再翻过来 请看 丙二 七十四页 第十二行 好 所以善果是得不退转 那阿弥陀经里面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众生生者皆是阿皮八治 就是无声法忍 待会我给你看图片 请看 丙二 受祭顿号 必当作佛 在七十四页 第十二行 你一定会往生 敬佛国土 这一次我也会介绍 要是净土 你一定呢 深深世事修 修到好像 你举个例子 你现在在新加坡读书 不管大学 University 四年毕业的时候 一定给你个证书啊 假如最后一年 你考试不及格的话 那你就被failed 同样的 同样的在无上的菩提 菩萨道当中 你也会遇到一尊佛 先为帮你受祭 请把受祭画起来 只有佛 成佛才可以为你受祭 菩萨都不可以 但有几位菩萨是特别的 文殊 这八大菩萨 这个呢 是可以帮你受祭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 过去已经成佛了 举一个例子 你们读金刚经 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节 阿僧奇节 发菩提心 激功累得 一直到第一个 阿僧奇节的时候 谁帮他受祭啊 燃灯佛 所以受祭 保证你 一定会成佛 像我个人呢 我发愿将来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我是请阿弥陀佛 亲自为我受祭的 他就会为你 善男子善女人 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叫什么名号 你成佛的世界 有多少 众生 你度众生 正法 相法 末法 有多长 我想我成佛的时候 我的佛国土 一定很多小朋友 因为我常常给小朋友 巧克力 所以我有一个别号 叫巧克力 monk 所以我想 我习的世界 一定有很多的莲花 像那个什么 很多很多的水上乐园一样 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对不对 所以受祭成佛 只有佛帮你做 所以当佛若为你受祭而成佛的话 就恭喜你 生生世世 你就只会进步 而不会退转 可是在还没有受祭之前呢 你要很精进 这是不退转的第二个书圣 第三个 秉三 请看七十四页十六行 不退转的智慧 胜过于二成人 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我刚才说 新加坡很有福报 可以现在看到南传 北传 藏传的上师 或是仁波切 或是法师 来指导你 但是注意听 各位联友 你学大乘佛法 不可以以正阿罗汉果为你的目标 这样子的话 你叫做退菩提心 是不好的 你可以学南传的指观 像我也学 可是你要知道 菩萨未度无量的众生 可以学南传教法 但不要以正阿罗汉果为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得到无声法忍的时候 当佛为你受祭的时候 你得到叫不退治 动号 你是胜过于声闻跟原觉的 你是胜过于佛的阿难尊者 迦舍尊者 很多很多的 这个声闻成的弟子的 这个是不同的 接下来几次 他就会引经论做证明 我很喜欢放这三章 大家都可以啊 在泰国也有个 在新加坡也可以看到 也有泰国庙啊 有泰国的寺庙 你看他供的就是 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长得呢 就是瘦瘦的 对 泰国人的造型 对不对 这是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也是佛的正法 第二你看 北传佛教 我们中国云刚石枯 对不对 中国呢 都比较圆圆的 中国人比较喜欢饱满 你看中国 对不对 中国日本 韩国 香港 新加坡台湾 都是北传佛教 非常兴盛的国家 接下来你看台湾 福岩佛学院的大殿 它供的华言三圣 就是杨阴峰居士呢 按照东黄的风格而雕的 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看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最喜欢这尊 印度菩提加爷的 释迦牟尼佛 好 那你想想看 佛 生生世世世 精进 这个叫做佛陀的雪山苦形象 这个呢 我是去印度 菩提加爷的时候 去买的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照片 有的话上网可以download key in 雪山苦形象 你也买一尊 雪山苦形象的佛 供在佛塔 后面放一幅六道轮回土 每天这样禅修 你看 释迦牟尼佛 昼夜精进 一天只吃一粒麻 麦 喝一杯水 你看他禅修到 他的肋骨都跑出来 佛陀雪山过 苦行六年过 那要想一想 我们相互勉励 我们真正六个星期 用功过嘛 六天就不错了 佛陀是六年 所以成佛是很殊胜的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 在贤节当中 第四尊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都放光赞叹他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大殿的时候 唱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精进的 这个才是我们 作为佛弟子 应该要学的地方 好 接下来再看 七十五页 第十六行 卑制结合的三摩地 请看 第七十五页 第十七行 以一三摩地为根本 Samadhi 大称 你要训练你的心 进入三摩地 所以这一次 我会很用心地教 讲是三摩地 第二个 几二 请翻过来 在七十六页 第十六页 这个怎么做 它一定有酸乳酪 然后牛奶 要加一点酸乳酪进去 然后让它发酵 牛奶才会变成优格 对不对 所以看 早上你喝牛奶的 注意听 你喝牛奶 有人很喜欢 存百分之百的牛奶 有人喜欢吃一半的牛奶 要泡水 好 看这里 假如现在师傅示范 他现在呢 一个是拿牛奶 一个是拿水 这样倒进去 一半的水加进去 你看开始呢 会看到 牛奶跟水啊 混在一起 然后你拿一个棒 搅一搅 全部都变成牛奶了 是不是 你没有办法分 哪里是水啊 哪里是牛奶 对不对 好 牛奶跟水 mixed together 变成很好的牛奶 日本人讲叫 美味しいの 对不对 很甜美 very delicious的牛奶 这个比喻是什么 就是这里讲 悲至重 悲心跟智慧啊 就像牛奶跟水一样 重视你加honey 注意听 假如你现在觉得不够甜 牛奶里面再加honey 加了honey以后 你再搅一搅 全部都是honey啊 所以其实慈悲跟智慧啊 两个是融在一体的 这样才是三摩地的根本 最后就会做一个小节 好 现在请各位翻到讲义 第83页 今天的作业 也请看幻灯片 从83页到97页 是这一次讲座 每天的作业 从今天晚上可能太晚 从明天开始看起 一天给我看两页 明天看83跟84 但是要给我看三遍 希望你很认真地看 因为要进入大乘的三摩地 就要教念头 这呢 我这一次教了一个 The central point of Mahayana meditation 讲转念 转念里面一般的英文叫做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fulness 注意我这次没有用Transformation 是用着Transference Transfer 就像你们搭地铁或飞机 Transfer 转机 把你的念头 从不好的 转成为好的 好的转成清静的 那这里面要先训练 外面的外境 从83页开始 你可以看一下 静中 要训练自己的念头 84页 动中 85页 动与静之间 86页 倒数第三行 飞静与飞动之间 87 在一切时一切处 乃至于在梦境 你也能够训练自己的念头 最后做一个小结 所以你要先训练你在不同的时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看89页 好 在89页里面呢 就要看 你的念头升起的时候 你要懂得看到它 要能够训练它 还要能控制它 所以89页呢 第一个是指恶念升起的时候 我们凡夫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都是恶念很多 再看91页 第二行 善念也会升起的时候 第92页 第二行 悲伤的念头 升起的时候 悲伤的念头 请做一个记号 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有忧郁症 有自杀 其实它就是悲伤的念头太多 听好 每个人都会有悲伤的念头 在这个讲座的时候 我会详细讲 尤其是你要真正闭关的时候 悲伤的念头会跑出来的 听好这14页的讲义 是我上飞机前 一个一个字叫稿 上飞机的前一秒钟 我送给海映古斯 他列印了 所以希望你用真读 用心读 看93页第四类 宁静的念头 有人说宁静很好啊 很好 但不可以执着 宁静呢 如果很好的话 你也啊 请问 石头跟山 永远都很宁静啊 但他不是佛 再看第94页 第五类 能所对立的念头 请做一个记号 这一段很深 这一段是讲 般若波罗蜜 也就是大乘的空观 你要怎么修 最后 你突破了以后 就会到95页 第十四页 95页 第六类 清静的念头 才升起 假如你能够修到 第七 第六类 清静的念头 升起的时候 那我就要恭喜你 你这辈子啊 就一定会出 六道轮回的 当然啦 不要这么高的标准 再翻回来93 假如你修到 第四类 宁静的念头的时候 你自己生死 就能够做得了 主宰 假如你能够修到 第六类 都是清静的念头的话 那你会非常非常了不起 会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悲心 无量的愿力 都会升起 最后看96页 总结 97页 是我的学生 Q&A 问我的问题 所以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将近大乘禅观的核心 转念 一共有14页 请你每天看两页 不要混哦 谁没看 我就知道 到时候我会考你的 你先得看 佛法有些地方很深 当然师父会尽量的把它 浅白化 但是我会讲 所以在精进的念头 讲到一个段落 讲念头的时候 我每天就会讲 一页两页 然后带你们练习 这样的话 你学习佛法 才比较有用啊 不然呢 白子写黑字 对不对 这发给你就好了 这篇文章 我过一阵子 八月再过一两个星期 也会上网 商业金色网站也上 所以各位是有福报的 现在你们看到 这是我在今年六月十一号 在商业金色教我的学生的 我的学生用心把它全部打字 一个一个字打出来 然后我一个一个字打字 也打对 所以这是今天的作业 好 时间很快 已经九点了 我们唱《乐障吉祥经》发愿文 然后呢 今天就敲钟 然后就希望大家 有一个甜美的夜晚 明天呢 礼拜一 你就开始 又要行你的菩萨道了 对不对 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太喜欢上礼拜一 一想到一 啊 Monday again 不 你应该很欢喜 对不对 我每天深早早上起来 可以做很多事 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所以每天 听好 你做一天 就是一天的菩萨 你累积了一天的菩萨 就有累积一天菩萨的资粮 好 请看六十页 第十九行 标题是十六 《乐障经吉祥发愿文》 请看幻灯片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 在十方诸佛 都是值得我们赞叹的 不管你学南传 北传 或藏传 那三成的教法 都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所以当你越学佛 越精进的时候 你更应该感恩释迦如来的功德 释迦摩尼佛若没有来这个世间 我也不可能替法而出家 各位也不可能听到正法 所以释迦摩尼佛的恩德呢 是胜过十方一切诸佛的恩德的 所以我们叫本师释迦摩尼佛 昨天教的是 关你的肚脐 这是通南传 以及大乘 今天我要教是关莲花 莲花关是大乘的禅关 待会做完以后 我会讲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先看幻灯片 在南传里面并没有关莲花 莲花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恨的因 莲花开的时候 它就有莲子 代表因跟果是同时的 所以在大乘佛教里面 常常会用莲花做比喻 莲花的观想是很重要的 好 请看 观的时候你要像彩虹一般 这张是one of my favorite photo 这是去尼泊满院大佛塔 朝圣的时候拍到的彩虹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禅关 是为了利益众生都愿成佛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 你看这张的佛像 佛的心中可以放出彩虹的光芒 佛的心中也有无量无边的净土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上供诸佛 下化众生 用什么东西去供诸佛呢 声音可以开大一点点吗 再开大一点点 因为每天的声波是不太一样的 好 谢谢 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谢谢 因为刚才我们诵经的时候 唱得很大声 现在突然会很小声 下化众生 在大圣经论里面就有讲 佛菩萨也可以放光度一切众生 比方说前一个讲座 我刚讲完的大乘庄严宝王经 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放光度六道众生 其实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得慢慢训练 再看下面一章 刚才介绍的是释迦摩尼佛 现在介绍阿弥陀佛 今天的讲座我会介绍到药师佛 请尊心听 所以每一尊佛都可以从心中 放无量的光明 骗照法界 而我们的心呢就像镜子一样 上面有很多灰尘 有贪 尘 痴 蔓 移 蔓移 无量无边的烦恼都把我们的心给盖住了 所以你必须常常训练你的心 有人可能会说 哎呀师父我又不修禅中 错 你这样想法不太正确 你想想看六度波罗蜜 不失 持戒 忍辱 各位新加坡人有这三度 你都很不错啦 不失 持戒 忍辱 很好 可是啊 我希望能够来帮助你的更多一点 精进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 跟波耳波罗蜜 这个是希望我们能够在 这个讲座 或者我在新加坡弘法 能够供养大家的 因为我发现呢 各位呢还不够精进 有些人又很精进的 可是呢 有时候busy and lazy so many excuses 第二个 止观是任何一个宗派都要修的 尤其是老菩萨 你会说 哎呀我这么老了 我又不修禅中 那你想成佛 你想要开悟 你想要从六道轮回出来 那你就要训练你的念头 否则死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那波耳波罗蜜呢 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我要训练各位的 也跟各位一起学习 好 所以现在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东西放在旁边 不要紧张 有些脸友会觉得冷气比较强 没有关系 你可以披个披肩 师父不介意 因为心肛镜比较重要 所以你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就像你现在的座位 你观想坐的莲花 颜色你自己选 你可以选金的 白的 红的 紫的 或五彩的 都可以 一样 注意在你的丹田 就观想坐在莲花里 当下就是清净的佛国土 这样静坐三分钟 念头跑掉的时候 请你再安住回来自己的莲花 特别注意观想的时候 观想自己的莲花跟身体是臭名的 这是一根空性相应 没有实体 好 现在开始 简单的说 为什么要叫你观莲花 注意听 因为我们人 坐的机会比较多 坐在椅子上 坐在MRT 捷运上 坐在车上 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乃至于躺在床上 所以你下半身 坐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当你坐的时候 只要把握两个原则 一 背挺直 二 身体放松 你就可以修这个方法 所以很简单吧 各位老菩萨也可以修吧 好 那在这里 刚才会说 有些人坐的时候 会突然觉得 哎呀 太舒服了 我就睡着了 很好的原因是 因为你真正产生了 残坐的效果 这不是不好的现象 你会说 为什么呢 注意听 我们的人 从早到晚 气在身上里面旋转 就像河流的水一样 在流动 一般来说 当我们从早到晚 想东 想西 要工作 要接电话 要照顾小孩 我们的气大部分都是在身体的上半端 因为我们的念头很多 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 做这个 做那个 当你突然做了这么多的时候呢 没错 当你静坐的时候 你的气就由上 一直往下 就这样 尤其现在我教你官长 坐在莲花里 那几乎是你身体最底的底端 所以自然你的气会很快的 就宁静下来 假如你觉得很清楚 那就很好 假如你觉得 就像刚才有一两位联友 对不对 可能排天工作也很欢喜 很忙 但是你若你自己发现 你的身体 看 本来是直的 怎么知道自己很累呢 你已经开始慢慢慢慢 慢慢变瞎子了 虾子是龙虾的虾 不是那个眼睛虾 慢慢慢慢 你的身体开始 那表示你太累了 这时候注意听 眼睛扎一扎 气反而专注在鼻尖 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他的气呢 当你注意力在往上的时候 他就会到这里 第二个 有些年轻人 或young generation 或小朋友 我们叫过动儿 哇 你叫他做 简直一分钟都坐不住 那时候呢 你就观想着他 来 就观想你坐在莲花里 他心就会定下来 其实他也不是 一直 他自己也不是一直想动 而是他的气呢 流动得很快 凡夫 气是会影响你的心的 好 所以大家都做得很好 那这个方法 不一定要很长 练习五分钟 然后你可以休息一下 待会再练习五分钟 一天练习五次 七次 十次都很好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要想 我现在要成修了 一下会很累 你的心绷得更紧 了解吗 不用 你就很自然的放松 但是呢 次数多一点 时间短一点 从明天开始 注意听 我会教你们没有学过的 色身香味醋的禅修 好 那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请看欢灯片 为什么讲莲花 莲花在南传里是没有的 注意听啊 我先讲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老和尚 是修禅的 禅呢 当然他每天静坐 送般若经 当然他也念咒 我查了一下 禅中的法师 大部分都念大悲神咒 或准提神咒比较多 平常他也念呢 佛陀的名号 结果有一天呢 他打坐 那他住的寺庙旁边呢 有很多的信徒 其中有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女居士 他家里是养猪的 虽然他养猪 他自己没有杀生 是卖给别人 那他呢 听到佛法很有善根 所以每天他都来寺庙 做早晚课 每一天呢 他也来诵经 礼拜六礼拜天来供修 所以他跟着这个师父学禅法 他心里非常的愉快 有一天 这个师父呢 在半夜打坐的时候 坐着坐着坐着 他平常没有修莲花冠 就没有修我今天教你这个方法 他突然呢 就看到了 哎 前面这个 哇 金色的莲花来了 然后呢 有两个童子 抬着轿子 轿子上面有漂亮的莲花 到了面前说 师父 快一点 快点 快点 请上座吧 这时候他觉得很奇怪 我平常没有修莲花冠啊 今天怎么看到一个五彩莲花呢 还有两个童子就跟他讲 快点 快点 师父来不及了 请上座吧 这时候 他毕竟是有智慧的人 那他旁边就拿了引擎 就这样 咚了一声 丢进去了 走吧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他也觉得很奇怪 就不管他了 到了一天 两天 三天 三天呢 三天以后呢 他有刚才说 隔壁的邻居 有个养猪的老妇人呢 是他的弟子 他就跟他说 师父 很奇怪呢 我家最近有一个母猪 然后我们把他养得肥肥的 师父你不是要我慈悲心吗 我对他非常好 每天还能演奏音乐给他听 然后呢 越养越肥 越养越肥 结果他生了四头猪 结果呢 有一只猪很奇怪 是引擎呢 就拿来给师父看 他师父吓了一跳 就是他家的引擎 听懂了吗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修禅的人 凡所有项都是虚妄 所以莲花献钱的时候 也是了不可得的 因为他没有修莲花 关这个阴 所以看到莲花的时候 是幻境 就是假的 可是今天我不同 今天我教你是修莲花关 所以有一天 若你看到自己在莲花座在一起 很好 不要太高兴 小心从莲花座掉下来 表示呢 佛法修的是真的 从你的心所显现出来的 你看西方三圣 或是华言三圣 或是东方药师净土 你看看佛菩萨的净土里面 没有穿鞋 没有 曾经有个小朋友问我 师父为什么极乐净土的人 都没有穿鞋 我说他们全部地板都是清净的 他不需要穿鞋的 注意他们没有鞋 但是他们站在哪里 站在莲花上 所以我说莲花代表 鹰 六度万吞的鹰 莲花的 花开的时候 就有结果 所以代表因果同时 所以修净土中的人 假如你观想莲花 有一天你看到了莲花 那很好 表示你的心念力已经很强 但是不要高兴 不要明天一开门 哎呀我看到莲花了 第三天莲花又不见了 所以他自自然然形成 刚才那个禅宗的故事是什么呢 表示这个老和尚过去无量节的夜 他应该要投胎了 结果投胎变什么 对猪 可是呢你看 听好 投胎做猪的时候 不是看到一个公猪跟母猪 来接你 不是 而是你看到是非常漂亮的 就像两个童子 然后呢拿最漂亮的宝台来接你 甚至你会看到呢 像宫殿美女一样 好舒服好舒服 你投胎一钻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做猪了 所以投胎的时候 境界是很恐怖的 投胎的境界不是很可怕 它是诱惑你的 所以这个禅宗的老和尚很有智慧 表示什么 他有定力 他反而呢 童子跟他讲 师父快一点快点 请上座 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对不对 表示他错过了那个时间 他什么呢 把一把引擎就丢进去了 没想到呢 生出来本来是五头猪的 那四头是猪 一头啊 就是什么 引擎 那本来就是要他投胎的 所以表示说 这个师父有很深的禅定力 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宰 所以大创的佛法是很殊胜的 这个你必须要精进的学习 好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讲义 请看七十二页 甲午精进不退 昨天介绍了科判 今天开始正式介绍经文 请看七十二页 以一正因 智心精进 把智心两个画起来 所谓智心就是一心一意 完全完全的专注 英文里面叫concentration 完全的专注 经昨天讲 存而不杂 静就是不退 请看问曰 若菩萨 各位有讲义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白话翻译 问曰 假如菩萨 在所有一切修行的法门当中 做第一意的舍的时候 一切完全都能舍的时候 为了求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时候 逐然投一 然呢 可以看下面的祭送 有加上一个火 然就是点难 Burning 烧起来 投一是说 我们一般人呢 都有 印度人啊 他有戴头 头的头巾 或围巾 衣服 我们头是让自己 不要受寒 假如你在冷气房的话呢 你可能会要戴帽子 或是围巾 那投一是代表 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 那如然投一呢 是指什么 烧掉你最重要的东西 是这个意思 那菩萨为了求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时候呢 就好像啊 连烧掉你身上的头的帽子 或衣服的围巾啊 这样子呢 他都要去保护他 如是很用功的情形精进而修行 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无上菩提呢 请看达约 祭送109 龙树菩萨说 菩萨为菩提 乃至未不退 譬如然投一 应做事情形 他说菩萨为了 追求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呀 乃至顿号 为不退 还没有达到不退转的时候 不退转 我昨天用101的比喻给你听了 对不对 还记得吗 昨天你们就忘记了 记得吗 101啦 待会我会讲 101就是说 你要正到不退转 你才能够救度无量的众生 譬如就好像 假如人家要烧掉你头上的头巾 或是围巾 或是衣服的话 那你一定会不愿意的 你要好好保住它 所以你的修行就应该像这样 这说明为什么菩萨要置心精进 第一个就是成就无上菩提 第二个 自己的这个道心啊 就好像你身上的头巾一样 你要常常保护它 不然你的头巾呢 若被火烧掉的话 那你就变Naked 就变裸体了 所以菩萨护念自己的精进心 就要像这样 好 请看 换灯片 这是在印度佛教传到西藏的唐卡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右边是白色的弥勒菩萨 注意弥勒菩萨是拿药草 可能你这边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左边呢是莲花守观音 拿莲花 我放这个唐卡给你看到的是 下面有八尊佛 你可以算一算 最后一个是释迦摩尼佛 那前面呢是代表过去七佛 表示过去七佛成什么东西而成佛呢 当然你要问佛依什么而成佛呢 有很多 第一个你也可以打六度波罗蜜 你也可以说是波尔波罗蜜 但是佛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精进不退 这是他的原动力 再看 你们过去七佛的东黄壁画 这张是你们没看过的 你们在拜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 也有过去七佛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依什么而成佛呢 答案是精进不退 所以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 所以你要很精进 很用功 一般精进可以简单说分为三个 我没有打幻灯片 你可以自己写 一 身精进 二 口精进 三 意精进 身 比如说西藏的大礼拜 或是你常做 都是身体精进啊 你身不精进的话 你就做杀盗淫忘久的事啊 对不对 现在小朋友是什么 身精进是怎样 打电动玩具 他身很精进 你看做MRD的时候 小朋友都干嘛 I'm busy 身非常的精进 对不对 口精进是什么呢 口是不要恶口 为别人说佛法 说鼓励别人的话 可是一般人呢 假如呢 你没有注意你的嘴巴的话 你是很容易造口业 而且是讲八卦跟是非的 而这一段 注意听 精进不退 最重要讲的是第三个 意念精进 菩萨 他的身跟口 本来就是精进的 你看观世音菩萨 清静庄严 累结修 他不讲话 站在那里 大家都会拜他 为什么 他有他的功德力 那菩萨 这里讲的精进是什么 最重要是讲你的意念 意念要精进 好 请看下面 第七十二页 第七行 菩萨虽于诸一切法当中 应如是舍 菩萨对于一切法 他要通达 但是呢 他也不可以执着 就像金刚经讲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接下来再看 而菩萨对于自己决定 所修行的人呢 就好像保护自己的头的围巾 跟帽子一样 乃至于为得不退转 请把不退转画起来 这三个字很重要 是这一次要讲座的主题 菩提萨多 菩萨还没有得到不退转的时候呢 以及无上菩提的时候呢 为了菩提故 他应当要情形精进 所以菩萨有五种条件 让他不退转 所以不退转的因缘有五类 好 还没有讲经经文之前 我先举个比喻 你会比较懂 譬如说一个小朋友 到新加坡小学去上课 刚开始很用功 一年级二年级 小一小二 很用功念书 到了小三小四呢 就不用功了 为什么 原因很多 第一个 他长大了 不要爸爸妈妈管了 第二 他什么 交上坏朋友了 他不想念书了 第三呢 他觉得念书那么苦 我碰到的朋友都是玩 每天都玩 那他觉得生命当中 他的想法改变了 一年级跟二年级 因为呆呆的 对不对 都听爸爸妈妈的 三四年级呢 九呢 很有自己的想法 到了小五小六的呢 就开始嘛 Ajaxing 抗议 为什么 他越有越来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说 小朋友 他会变好跟变坏 跟他自己的想法有关 可是大部分呢 是什么 受同学影响 所以作为爸爸妈妈的佛教徒 也要关心他 他教什么样的朋友 同样的 注意听 虽然是小学生的例子 我们在无上菩提道道上 你也要选择要远离恶友 各位我们学大乘佛法 假如有些怜友告诉你 不要发菩提心 不要送大悲咒 大乘佛法是假的 不用行六度波罗蜜 这些都是恶友 你应该远离 还有一些违反戒定会的怜友 你也要远离 就是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 当然你不用排斥他 也不用骂他 可是你心里很清楚 哎呀 我每次碰到这个怜友 本来很高兴的呢 开始讲一讲话呢 就不高兴 最后讲八卦 最后呢就讲是非 像这种朋友 那你要远离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来找你讲八卦的 对不对 讲八卦是照口业啊 那你就要远离 所以听好 这个不是说不帮助众生 而是你要有智慧去选择 有些连友你跟上他 他就会很精进 他会鼓励你 没关系慢慢来 我们一起呢 去共修 一起去听经 一起去参加佛期 一起参加禅期 很好 这样呢 是你好的同参道友 有些连友呢 在你最难过的时候呢 他会花时间来鼓励你 很好 这是有慈悲心的朋友 所以你要选什么样的 连友呢 第一 有慈悲心的连友 第二 要有智慧的连友 第三 要有大愿力的连友 第四 要选 精进不退的连友 这是我要鼓励你的 那你假如常常跟不好的姻缘 在一起的话 那你会退转的 就是刚开始会很用功 然后过几天呢 哎呀 没关系啦 对不对 有用功跟没有用功啊 平等不二吧 走吧 我们还是先去 蹦下架吧 蹦下架回来以后呢 你就造了二叶破了戒 然后呢 师父 我要见你 我还是会见 但是我会很可骂你一顿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控制自己的念头 对不对 你应该远离恶友 不是现在不帮他 而是你现在没有能力度他 所以佛教徒里面的连友 也有很多种 你要智慧去选择跟判断 好 五种不退的姻缘 请看下面 何者为五 二十七十二页 第八行为八 如华剧经等说 第一个若闻 具足大愿力的 这个诸佛菩萨 即菩萨跟佛的世尊的名号 请看幻灯片 我又把它标起来 闻到世尊的名号 在南传佛教里面呢 听好 假如你现在问一个 南传斯里兰卡的比丘 说师父 你今天修行 若你现在生命结束了 请问你要去哪里 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来生继续当人吧 归命三宝 念佛念法念生 我来生会继续修行咯 那你就会问他 师父你不会恐惧吗 他会说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一生出家 修行 持戒 禅定 守戒律的功德 一定会让我来生 还会做人 第二个 假如你问他 南传的比丘 或是佛教徒 假如你现在生命结束了 就像十方有很多很多的大学 请问你有没有想去 见哪一尊佛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大概会打两个佛 一是什么呢 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第二个 他可能会想上身兜率内院 见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主题 我会在佛教青年红法团 十四号开始讲 那个在讲弥勒菩萨 我现在先讲故事 讲例子 详细弥勒菩萨的功德 不在这个讲座 对不起 那为什么呢 他会知道释迦摩尼佛呢 跟弥勒菩萨呢 因为在阿含经里面 只有讲到这两个菩萨的名号 那你问南传的比丘 你要不要呢 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他说对不起 我不相信 因为我的经典里面 是没有阿弥陀佛的 你说 师父我们都念东方药师 琉璃光如来净土 你要不要去啊 他也不会去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经典里面 只有两个菩萨的名号 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前身叫上会菩萨 还有当来下身 灭了尊佛 所以你会发觉 南传的人呢 都修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身 南无布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三个亚 以这个名号 求生极乐 求生来生继续修行 好 那现在再看幻灯片 若闻到大乘的世尊名号 今天我会讲 进佛国土的法门 也就是说 那请问 当生命结束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 太好了 大乘佛国土啊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你可以去的 就像全世界 有很多很多的大学 比如说 美国有哈佛大学 耶路大学 新加坡有新加坡国立大学 也有南洋理工学院 澳洲雪梨 雪梨有雪梨大学 有New South Wales 也有墨尔本大学 全世界有很多大学 英国有剑桥 伦敦跟牛津大学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去全世界地方留学 对不对 除非呢 你喜欢念一个叫做 加里敦大学 就蹲在家里的 那我就没办法了 对啊 我们台湾流行 你念哪里啊 我念家里蹲大学 蹲在家里的 那这个不太算大学吧 这是说笑话 所以可见 你一定有一个目标 你想要去 那当然大家知道 我虽然南传 北传 藏传都学 可是我的愿望 是去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我跟极乐净土 最有缘 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个佛国土 我也会很赞叹 所以第一个 为什么要去佛国土呢 因为让你不退转 好 请看讲义 第二 若怨生彼佛 世尊国土者 视为第二种因缘 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今天我要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一定要发愿 我将来要去某一尊佛国土 你一定要发愿 待会我会解释 第三请看 寿池吉说 般若波罗蜜经 所以把寿池请画起来 所以新加坡有很多道场 送法华经 送华阴经很好 告诉各位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德 就是大般若经 你肯念般若经 功德力很大 那各位呢 大部分都是念心经 或是金刚经 所以常常念 不若波罗蜜呢 你也不会让你退转 我刚才说过 为什么 布施慈戒忍入 精进禅定 这五度 在前面讲过 印度教也有啊 你有没有去看过 就算你没有去过印度 你看过印度的电影 有很多呢 念呢 Indian Yoga 对不对 他们也有 布施慈戒忍入 精进 也有禅定啊 佛陀在没有成佛之前 也学过印度的禅定啊 可是佛陀知道 这是不能了生脱死的 所以第六个 般若波罗蜜 才是佛法 跟外道 不同的地方 这点大家要放在心里 所以为什么念心经 念金刚经 念波罗经 跟大波罗经的功德 很大 请看下面 这就是我们 商业经社印的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焦摩罗舌大师》 翻译的 有三十卷 一共有九十品 一天念一品 要三个月 全部你才念完 我全部念过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波尔波罗蜜 佛经里面讲 一切诸佛 从波尔波罗蜜 而出生的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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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